2024年3月22日 今天星期五又和大丘哥2人走山 今天我們由全錦東路麥里浩徑第9段起步點開始起步 過了麥里浩徑標據處160 沒多久就轉左轉入蓮花山段 我們經過蓮花山廢校旁邊之後 出回到石龍拱的地方 那裏有一個觀景台升起的 風景非常漂亮 之後我們就沿著石龍拱的 沿泉古道主路徑到荃灣 就結束今天的旅程 又是中午的12點左右 又來到荃灣西的地鐵站D的出口 沿著扶手電梯上來 我們集合一般的地點 跟著去吃一個中午飯 近近地來這裡做個常餐 好了 時間就是1點10分鐘 來到這個大南郊野公園全錦管理站旁邊 在這步 今天又和大丘哥一起二人行 大家做個運動來郊外 那這裏就是麥里浩徑第9段的入口 前面有一個標距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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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麥徑的001 就是西貢 來到這裏就是156了 大丘哥 今天天氣非常之好 非常好 是啊 我們又來二人行 人家說我們是鐵腳 鐵腳 這裏呢 左手邊可以去到這個全錦營地 白石橋啊 川龍那邊的 這裏有條小溪 今天這個星期五的下午 非常之寧靜啊 這裏呢 我記得好像有猴子 都 不過比較少些 曾經出現過 我見過的 這棵剝皮樹啊 斜老石屎路 走了大概幾分鐘 七分鐘左右 來到這個 見到全錦營地 TWIST CAMP SITE 繼續右邊 斜老上 尾艷的鮮花 這個意思就是 藥物K書 這個號碼 KK018807 有時候會被人知道你的位置 這裏初段起步 兩旁樹蔭 感覺很清淨 感覺很清淨 還有那陣 那陣味 哇 花香的味 非常之濃郁 早上有很多人來這裏 神混的 因為空氣清新 還有上面一個直升級瓶 帶草坯也挺好的 起步走了十分鐘左右 來到這個全錦營地 教育經的下面 這裏有個直升級瓶 慢慢看看 這個全錦自然教育經 是繞一個圈的 前面有個大的草坯地 早上一早都幾多 附近的居民上來神混的 那如果是大霧的時候 這裏都幾蒙 那今天我們陽光普照 前面這個就是直升級瓶 來到這個草坯參觀一陣 正式地繼續走出去大路 繼續向右手邊前進 這段路 這段路相對非常之容易走的 除了起步那裏有些斜路 大部分時間都是輕微向上之後 一會兒 因為我們的高度都適合上下 我們去蓮花山那邊的時候 一直都向下落爐煮的了 那如果天時熱 兩邊有樹蔭這些就是 我們有些運動下就挺好的路徑 那22分鐘之後呢 走到這個觀景位 可以下面附陷荃灣的 通常都非常蒙的 看看今天看不看到先 走到前面看一下景先 咦 今天有些風景望一下 獅子山都看到了今天 透過樹叢呢 遠望著這個就是大帽山 遠望到那個就是獅子山 右手邊這個應該是筆架山來的 這裡下面的樓宇呢 過來右手邊這邊 就看到了全灣市區一帶的風景了 大家看看景先 平時這裡分分鐘蒙茶茶 多數都未必有得看的 今天都叫做望到 今天都叫做望到 探一下先 好 繼續前進 上前面的斜路 走到這個麥里浩徑標距柱159 繼續上這條斜路 好了 到這裡有個路徑指示牌 直走繼續大腩蔥水塘的 即是麥里浩徑 河背 就在這裡旁邊 有條路這樣下去 這樣下去的 那這一邊呢 就另外一邊呢 可以去白石橋先 霞洞和全錦公路的 就是左手邊 也都有一條路的 那我們今天輕鬆行 啊 宜人行 繼續向這個麥里浩徑第九段 這裡向上面走 那現在走了兩公里多些 右手邊呢 去田夫仔 那如果前行大概兩百米左右呢 有個右手邊的山路上去呢 就是上這個山火遼望台 俗稱的鱷魚潮天 我們今天就不去的了 轉為來這個蓮花山 那由這裡斜路上 這裡可以出回石龍拱的 這個真真正正呢 來到這裡呢 就是一條路徑上去呢 就是上蓮花山的山頂的了 那非常之清晰的 上一陣就到的了 不過山頂是被樹圍住了的 那看不到風景 不過有一條錶高柱可以打卡 我們繼續呢 下山呢 那進來蓮花山段呢 其實我們已經脫離了這個麥里浩徑第九段的了 現在這裡呢 就不屬於麥里浩徑的了 那這段路都斜斜地下的 一樣是滿地下葉 不過不夠多 下完這段斜路呢 前面有一段大斜路是上的的 鏡頭是不太覺得的 不過看上去都幾斜 由全錦公路 石屎路一路開始走 走到這裡為止呢 都是石屎路 那我下完一段斜路之後呢 就來到這裡呢 我們進入前面呢 就是沙泥路來的了 就出回去 向柴灣角的方向 那我們一會會經過這個石龍拱的 我們現在向著這個柴灣角 好啊 稍後會去到蓮花山廢校那裡的 那蓮花山廢校呢 那裡就有個滑滑梯 那間廢屋後面呢 就有一條路可以上石龍拱的山頂的 好了現在繼續走這裏 原始山徑 叫做 現在這裏有很多是落山段 倒轉就是上山段 倒轉就是上山段 這裏比較原始的山徑 又是另一種走法 每一樣都走一些 多些鍛鍊 練習身體的平衡性的嘛 剛才是泥沙路 現在這裏就是石頭路 接下來又上了 這些好過人工修息的那些 這裏比較天然一些 走起來都有一些感覺良好啊 我們現在出到這個位置了 這裏就是蓮花山廢校的空地了 前面看到那條就是 已經荒廢了的蛇滑梯 是啊 左手邊那間就是廢校 這裏遮住了給樹 我們今天就不去那裏了 已經走過很多次了 我們繼續 在前面 沿著這裏路出到石屎路 這個路口 右手邊是田枯仔 可以出到深井 左手邊 這裏就是完全古道 我們去柴灣角那邊 即是會經石樓拱 變成這些非常華麗 大而似實而不華的 這裏就是硬腳路 是呀 硬腳的 是呀 出過去才是 這條就是完全古道啊 走出來呢 這裏有個叫石龍拱的觀景台 一於出去看看 這裏以前沒有的 後來開發出來的 石龍拱觀景台 不過和這條主幹島是一段距離的 走過來都要上一個小山坡 上面才看到都不厲害 好上來這裏觀景台了 哇 果然景色不同 比起石龍拱的挺差很遠 這裏觀景台一流 沒有得頂啊 這個角度呢 遠望下面就是荃灣 看到余芯 酒店那裏 這裏看出去呢 就是南巴勒海鶴 對出的青衣島 好啦 遠望背後就有看到香港島 再過來這邊呢 就是看到這個 丁九橋啊 這條丁九橋下面的車 在走著 那條呢就是青馬大橋 過去這個 柏黎灣那邊出去大嶼山的了 這裏下面呢 就看到這裏居水馬龍啊 這裏就是屯門高速公路了 前面那一堆洋樓呢 這裏就是深井來的啦 遠方呢 蒙茶茶一片 蒙就蒙一點 看到了深圳那邊的樓宇啊 高樓大廈啊 那這裏看回去呢 這個尖尖的山頂位呢 這裏就是石龍拱的最高位置了 就是山頂來的 這個風景呢就開始下山 出回到石龍拱的主幹道 完全古道那邊了 這裏是從那邊來的 現在這裏下去 這裏的景色真是沒得頂 和那個舊的石龍拱的頂呢 就真的沒得比的 這裏是非常的開陽 真是360度 今天天氣不夠清的 如果是清呢 應該好靚好靚 前面走出去那條呢 就是完全古道了 好啦出回來 繼續向前面的艇 進發啦 在觀景台看完景都不用休息了 直接下山 下到這裏是最近看這個青衣島 和荃灣市區的了 是最近的了 不過仍然都是煙霞大 那這裏看過遠處這條明確山路呢 就是上霞花山的條路來的 那這裏是夏花山的山頂 走到這裏呢 這個就是完全古道去元朗的起點了 剛才就是在這裏下來的 那北京北角由這個全錦公路起步 走到這裏下山之前 你傳回這個艇這裏呢 一小時五十分 哦 艇是維修的 沒得休息了 看這裏等一等先 哈 這裏是維修的 好過是上霞花山的位置 這裏是十分鐘的 啊 有個艇這裏 多少啊 十分鐘 是嗎 十分鐘啊 哦 這條斜路也很短的 最糟糕是不要走的,很滑的 最後就下來了 回到這條大腩引水道 下回五百多級石級的馬路 就完結了今天的路程 大腩蔥引水道 那邊是荃威花園 這裏下回五百多級 這五百多級樓梯級就下來了 下來了,今天就走了兩小時零七分 走了七點九三公里 就完結了今天的腳程 好了,下期再會啦 下期見 我下期見 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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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